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劉生姬 我是沛芸 我是思婷 我是翔藝 不是 我要等他把演藝等下來 應該會不會 我們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曲子呢 是Doja Case的 Say So 先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Doja Case這個人 因為我覺得他的藝名呢 就是非常的有趣 他的藝名呢 是兩個他最喜歡的東西的組合 那Doja呢 這個是他很喜歡的 一個大麻的品種 他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 他就覺得非常適合女生的名字 所以他就把他拿來當藝名 那Kate呢 就是他很喜歡包 就是非常好理解 所以他就是把這樣 他喜歡的東西就是組合起來 就變成他的藝名這樣 那他在16歲的時候呢 他就決定他要修學 然後他就直接在YouTube上面 自學了他的唱歌技巧 他也在他的音樂裡面 融入了一些Rap的元素 因為他哥哥本身很喜歡這個嘻哈 這樣創作兩年之後呢 他在18歲的時候呢 就在SoundCloud上面 就放他的第一首自創曲 So High 因此他放了唱片公司 注意到他 他們就簽約了 然後就發行了他的第一張的EP 發了之後呢 並沒有造成多大的迴響 對 所以也因此他就被唱片公司 有點扮得動 就這樣子 在隔了五年之後呢 他才發行了他的第一張專輯 就是Amala 發行之後呢 他就自己突發奇效 拍了一支MV 然後丟到YouTube上面 就是大家就全部都注意到他 原因是因為他這個MV 真的拍得太 很香耶 很香啊 真的是很香 這首歌呢叫做Moon 因為他就是全部都是在講 牛 啊 我知道 在靠 對 我沒有看 沒有沒有沒有 我給你看一下 這個真的超級 但是我跟你講 你不要小看看他 因為他呢 榮獲了2018年的 最佳單曲 跟最佳MV 他這首MV呢 就同時被拿來跟 John Mayer的 NEW LIFE做比較 原因就是 John Mayer那一首MV 也是這個風格 所以說就是很特別 我覺得他這個做法 蠻像現代的 就是美術 就是裝置藝術的一個 哦 然後他到2019年呢 他就發現了 他的第二張專輯 up ink 裡面就有收錄了 我們今天要cover的四首 那他會紅呢 就是會被大家說 廣為流傳 是因為 TikTok這個平台 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榮獲了 2020的2月份的 Bill Boe的 百強單曲 第五名 在5月份的時候 又找來了 很知名的raper Nikimanach 就來跟他一起合作這首歌 那中間Nikimanach 就有唱了一段rap 對 就他等於是重新在 remix版之後 又再發行 那在發行的當中呢 就融登了Bill Boe的 當州冠軍 那這首歌呢 其實他主要呢 是在 就是 提醒 或是催促 就是 曖昧的對象 趕快來跟你告白 所以如果你們就是有那種 喜歡的人 然後他一直一直不跟你告白 一直一直不跟你告白 你就丟這首歌給他 Doja Kate的 這首 就是我們一起來聽聽看這首歌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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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